4月9号就要举行大选了 以色列检察总长却在此时 宣布将一会落、背信和诈欺等罪名 起诉现任总理纳坦雅胡 以色列检察总长透过电视台发布起诉罪名 并称在正式起诉前的庭讯 会让纳坦雅胡有机会申辩 检方经过两年的搜证调查 发现纳坦雅胡和妻子涉嫌收受 以色列艺好莱坞大制片密尔城 和澳洲富豪帕克赠送的礼物 包括名味香槟、雪茄和珠宝 价值26万4千美元 另外纳坦雅胡涉嫌 与以色列最畅销的日报私下交易 以官方干预的方式 让该报发行量第一 以交换该报增加纳坦雅胡的正面报道篇幅 而最严重刑期最高可达十年的 是纳坦雅胡担任交通部长期间 涉嫌在法规上 对以色列最大电信集团放水 换取该集团前主席旗下网路媒体 对纳坦雅胡的正面报道 纳坦雅胡亲上火线 不断这些指控都是媒体和左派对他的政治列污 纳坦雅胡 声明绝不下台 事实上 即使正式起诉 根据以色列法律 在尚未全案定验前 他也无需辞职 以色列领导人在任或卸任后 有牢狱之灾的不在少数 如果在任内定罪 纳坦雅胡将是第二个 现任领导人坐牢的例子 2006年上台的前总理欧莫特 2008年 因收受地产上贿赂 遭判刑下台 但一直看守政府 到2009选举结束 传颂多年到2015年后才入狱 复兴16个月后 假释出狱 2000年到2007年 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卡扎夫 因为性侵幕僚 以及多期性骚扰案 于2011年判刑驻狱 复兴5年后 于2016年假释出狱 2001到2006年 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夏龙 也因为贿赂指控 以及竞选经费违法遭到调查 1999到2001年的总理巴拉克 也曾涉嫌收受非政治现金 贵落以及洗钱 但没有任何罪名成立 就连备受敬重的前总理拉宾 1977年时 也曾因与夫人 非法持有美国外籍银行账户 被迫下台 以色列国会大选进入倒数 前参谋总长甘思 领导的中间派联盟 来势汹汹 官司缠身的纳坦雅乌选情 充满不确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